仙女座讯息 怎样把你的心愿显化到你的实相中 大家好,我们是仙女座人 我们作为造物主真理的集体能量来传递给你灵感和启迪 我们被认为是存在于造物主宇宙中最近化的文明之一 然而,我们只认为自己与造物主有神圣的关联 是造物主的一种表达 正是由于我们具备来自造物主的表达能力的特质 我们允许自己采纳造物主的智慧、知识和真理 将其带入所有存有的觉知和意气中 我们只是作为真相的反应 而真相已经呈现于你的存在之中 我们希望成为你真相的提醒者 今天,我们来谈论创造 你在你的实相中显化任何你想要的东西的能力 你的显化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你的物质身体 这意味着你也能显化在内在层面上 作为一个存在于物质实相中的光之存有 你的物质身体和你的灰光场 在显化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就像你的脉轮一样 特别是你的地球之星脉轮 它允许你的显化根植、落地 并将光带入物质显化 我们不希望谈论显化的过程 它是你拥有的一种能力 是一种天赋 是你的存在和你的本质中的一个天生的面向 在许多方面 你不需要学习或重新学习如何显化 如何为你自己、你的身体和他人创造你想要的东西 如果是这样 我们今天想和你谈些什么 我们希望你去想象 你的显化能力是你已经体现的天赋 想象你自己是一名运动员 也许你特别擅长跑步 但你从来没有受过训练 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比赛 也许你是个艺术家 你非常擅长绘画 但你并不经常这样做 你不去上课 也许你不与别人分享你的作品 想象一下你有这种潜在的天赋 而且你知道这一点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 这种天赋就是显化的能力 想象你是那个运动员 有人过来邀请你参加比赛 你有能力跑 也有能力赢 同样 假如你是一个艺术家 也许有人邀请你参加绘画比赛 你确实有能力赢 你保持私人跑步者或私人艺术家身份和你参加比赛并获胜有什么不同 我们不会说你需要训练 指导或实践 通过你的显化 你已经在训练 你已经在练习 因为你总是在你实相的每一刻显化 你已经做了大量的练习 你已经接受了你的训练 你已经知道如何显化 即使你的头脑不理解 作为一名运动员 一名艺术家或一名显化和创造的存有 你需要什么来赢得比赛或实现你的梦想 花些时间想一想 你所需要的能量 是对自己的信心 对自己的信任 对自己能做的事的自信和了解 如果你怀疑你是一名运动员 一名艺术家 或者是一名创造者 你甚至无法参加比赛 来发现自己能做什么 你甚至无法去探寻 看看你有什么潜力去显化 怀疑和评判 缺乏信任 缺乏信念 缺乏信心 这些最终都会成为 你与你的内在天赋之间的障碍 我们仙女做人认识到 有许多光之存有 常常被困在如何去创造 甚至是去创造什么 何时去创造它 以及多少能量和专注才够 事实上 你已经有了内在知晓和直觉 可以指导你完成所需的确切步骤 你常常在不知不觉中 就采取了确切的步骤 障碍 阻碍 分离你的往往是怀疑 评判 和缺乏信心 信任 自信 甚至缺乏对自己的爱 意识到你配得上 并且值得赢得比赛或实现你的梦想 这可以改变你的行为和体验 如果你把这些能量想象成障碍物 它们就会在你这个 有才能的人和你想要的结果之间 从中作梗 如何消除这些障碍 答案出其简单 你可以请求疗愈 我们仙女做人 是开放的 准备好了 并且可以与你分享疗愈 来支持你去释放所有阻碍你显化的事物 你也可以想一想 即使别人相信你 爱你 信任你 如果你不爱你 信任你 相信你自己 它们给你的力量和能量 对你的影响就微乎其微 这意味着你是唯一一个 可以把力量给到你的创造力 给到你的显化能力的人 所以每当你有读乏乏或怀疑时 在你的头脑中感谢它 问问你自己 我想要的是什么 也许你会对自己说 我真不擅长显化 我想要的东西 似乎从来没有显化过 改变它 改成 我相信我自己 我爱我自己 我配得显化我所需要的一切 当你感谢它时 重要的是你能在你的身体中感受到它 在你的灰光场 你的能量 你的存在中感受到它 然后你赋予它力量 这里的意思是 你用你的光照耀它 你让它像光和真理的变和一样 在你的存在中流动 你每天练习的越多 你就越容易改变和转变你的现实 因此障碍就会消失 你会发现你在不假思索的显化 你所需要的一切 我们今天给你的信息非常简单 然而它却是一把至关重要的钥匙 它允许你把你的愿望 显化到你的实相中 这是我们希望能支持你去实现的事情 我们深深地爱着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是仙女做人